歡迎收看世界秋泳Cooking Time 這是一個全新的單元 擺脫一些以往的包袱 今天我們要來好好的做菜 要來讓大家深度的一起去了解這道菜 到底從何而來啊 為什麼這樣做啊 今天第一道菜做一道比較 大家沒有聽過的沙拉 是什麼 里昂沙拉 哇 真的沒聽過 對 沒聽過 在法國嗎 對 在法國 法國其實它也算是一個美食之都啦 它這個地方產出來這個沙拉 主要最大的特點就是它多了一個水波蛋 剛開始我們來做麵包丁 溫度不要太高 你就把吐司切成丁狀 當然如果你家有烤箱的話 120度烤個10分鐘到12分鐘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就是把它給弄乾 讓它的水分不見 就吃起來比較脆口一點 這邊需要一點點時間 我們就讓它烘乾一下 我們現在上班也是不會算太輕鬆 因為人都休假了 為什麼你在抱怨 我沒有啊 怎麼可能會抱怨呢對不對 有工作做真的是 幸福的事 我引大家找師傅吃飯 對對對 可以來找我吃飯好不好 我會招待你東西啊 你就說 我就招待你東西 記得要講通關蜜語喔 稍微吸乾之後 我們這時候加上奶油下來 我一直以為要先加 那後加 要不然它沒辦法吸附這個奶油 好 這個樣子我們就把它給裝起來 這時候我們同鍋放下培根 那要記得培根啊 你千萬不要買瘦培根 現在做的這個做法 就是讓你不喜歡的東西不見 就是油脂 就讓它逼出來 有要煎到很脆嗎 要要要要要 煎到比脆皮酥還要脆 有沒有你看它油脂都流出來了 好 像這個樣子我們就把它給取出 接下來我們就來做我們的水波蛋 水波蛋 它要用85度的水溫去做這個菜 當然你最好有一個溫度計插在旁邊 這樣子可以測試85度 那沒有的話就是水滾之後 關火大約10秒鐘再把蛋放下去 這個時候差不多85度 淡下去之後 開小火讓它微火的去煮 因為你的蛋下去之後水會降溫 那雞蛋裡面其實不是只有兩層 是分為三層 蛋黃濃稠蛋白跟水樣蛋白 如果說你今天要做這個水波蛋 你的濃稠蛋白越多 它越容易成功 當然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加上一些些白醋 它成功力會更高 現在把水溫關起來 然後在裡面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如果說你今天的濃稠蛋白很多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做這個動作 這樣就比較新鮮的 對 那記得離水面越近越好 都放進去就沒關係 它就會在裡面旋轉 然後包覆起來 大約煮3到4分鐘 熟度我覺得當然因人而異 建議大家就是做這個水波蛋 就把蛋白煮到全熟 蛋黃不要熟 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時候稍微輕推它一下 不要讓它黏在底部就好了 真的不能小看這道沙拉耶 每一樣其實都很費工用 對啊 所以下次你吃到這道沙拉不要嫌貴 這邊的時候就是你看撈起來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筷子稍微輕壓一下 在蛋白部分是比較紮實的 蛋黃部分是比較軟嫩的 蛋黃的熟度的時候的溫度是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蛋白會比較先熟化 接下來我們就來做醬汁 橄欖油 檸檬汁 芥末紫醬 它是黃芥末的前身 這是比較原味的 蒜碎 洋蔥碎 黑胡椒 一點點鹽 這個地方其實我剛剛的鹽沒有加得太多 因為我在這邊 我會加上一點點醬油 現在醬汁就差不多 我們就來準備盛盤囉 濃濃的醬汁再搭配上水波蛋的濃郁 雙重的濃郁包覆在這些生菜上面 加上這些培根丁啊 麵包丁啊 哇這吃起來 很豐富的一個商品 對啊 相信你看了就覺得非常豐富了 自己趕快在家裡面做這個里洋沙拉 那我們今天教的你學會了嗎 我們世界中的Cooking Thai 下次再見囉 掰掰